你 你知道对吗 我 要不然先回宫 不行 还是要先去找玉娘他们 喂 程若鱼 看一看呢 看一看 紫月 你也出宫了 玉娘他们换地方了 让我带你过去 走吧 走 紫月 还有多远 快了 谁 主人 主人 此人便是紫月局的新执剑人 程若鱼 深受奇艳喜爱 有传闻说 甚至想纳他为妃 很好 你可以去做下一件事了 是 什么事 来 请 前 吴 是 还 你 什么事 你 朕现在没空 稍后再去向皇祖母请安 可是 太皇太后请您现在就过去 好 好 他在做樱桃别罗 他在这儿 军师 你怎么在这里 郡主今日遇刺了 刺客是卢从人 果然是阵武的军师 他们是来追杀我们的 听说有人率领叛兵 潜逃在外 一直想要复位 这不重要 是 恒安戒备森严 卢从人掀不起什么风浪 倒是宁和怎么样了 他一直在昏迷 我来一世万万不可泄露 包括弥沙也不能知道 君王让弥沙来 就是想让他嫁给天子 我会死机促成此事 你们少安勿躁 是 回去吧 是 是 别装了 陛下 您来了 见过黄祖母 哀家正在听弥沙给我讲草原上的趣闻 你也一起听听吧 不知黄祖母有何事吩咐 孙日那边还有点事 陛下这么忙啊 本想让你跟弥沙郡主一同用晚膳的 今日时间有点仓促 不如 明天晚宴 为弥沙郡主 背上我们大兴最佳的美食 以尽地主之意如何 好啊 太皇太后 明天晚上也可以的 我会不认为弥沙郡主 那你忙去吧 谢黄祖母 孙日告退 陛下 您这么忙是要出宫吗 是的 正要出去狩猎 给黄祖母 做一堆护膝 那带我一起去吧 久闻宫廷狩猎盛况 明山也想去看一看呢 不行 为什么不行 不太方便 太皇太后 陛下 你就得弥沙郡主去吧 远道是客 难得她又精通恒安文化 可见是自小用功的 是 谢谢太皇太后 去吧 秀姑 在 你看 这俩人配吗 回太皇太后 弥沙郡主天真烂漫 确实可爱 但毕竟是外人 在我宫城市里 破云 是 都不可能 进去 赫苒 我的天真烂漫 就队下了 你 将来 可以 我 是 你 是 我 你 是 我 你 我 你 尽数被杀 你说此诚 值不值得报 你也是招路之变的受害者 没错 那阿妩也是你教做的 阿妩和我同仇敌改 而她很听话 那子愿呢 子愿为什么听命于你 陛下 不是要去狩猎吗 您来这里干什么 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你要杀了陛下吗 我只是想让她偿还 她不该有的东西 别动 陛下回来了 你逃不掉的 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 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 人呢 什 什么人 给朕搜 搜 是 这边 这就是陛下所为的寿命 你的执箭人不是在西室吗 你来这里找什么呀 那边也别放过 难道 你想返回我们之间的约定 这边 来了 走 这里不是驿站吗 驿站四周全是耳末 我只不过现身带你绕一程 要不怎么迷惑对方 这里是哪里 贵客已知 何不进来 来 光王殿下 羽儿 羽儿 来 羽儿 怎么样 让我看看 没事 没事 这里是哪里 离阵房 你们把玉娘他们怎么了 你先管好你自己吧 羽儿 羽儿 心脉受死 下手过于狠辣了吧 他资质还是不错的 我理解你为何将武功交给他 不是我交的他 是他自学的 是他自学的 陛下 没有找到羽儿姑娘 知道了 军事在哪里 什么 你们的军师到底在哪里 军师他没有来啊 他来了 他就在这里 说出他的下方 否则 将他们全部拿下审问 是 等等 殿下你这是要干什么 有莫须有的罪名就要抓我们 朕的执剑人 是在你们的驿馆里失踪 证据呢 有谁见过程若鱼来过这里 也有谁见到军师了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 陛下 郡主 你们怎么都在这里 陛下称 我们的军师抓了他的执剑人 要把我们都抓回去问话 你会给他 你会给他 不许多数 要是 你会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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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他会给他 你会给他 陛下 陛下为了区区一个宫女 大动干渴 如我凡臣等同入我阵舞 陛下真的要这么绝吗 陛下 此人声称见过于二姑娘 在哪里见过 今日 小人守门 借有人 背 背着为姑 姑娘路过门外 慢着 何人背着她 那人 一直低着头 小人没有看清楚 可记得她去哪了 她 她往北面走了 陛下 陛下 都散了吧 郡主 军师在哪 你连我也瞒 军师 确实来了衡案 他抓程若鱼做什么 那个 小人不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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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